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旅客您好 我是旅小孩Jomi 上礼拜带大家速来玩马来西亚热门景点 今天要带大家更深度的走进马来西亚 肉骨茶的故乡 也就是成就吉隆坡的工程之一 没有这个地方就没有近日的吉隆坡 一个富有文化底蕴 却被慢慢遗忘的城镇 巴生 从吉隆坡搭火车到巴生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一下站便来到了这极富历史价值 全马来西亚第二座火车站 同时也是全马目前仍在使用中最古老的火车站 其实是因为位在太平的第一座火车站已经没有再使用 这全马第二条铁路其实大有歪头 当年正是这一条铁路带动了吉隆坡的发展 将因殖民政府的重心从巴生转移到吉隆坡去 没错 早在吉隆坡发展成为首都之前 因殖民政府的据点其实就在巴生这个地方 如今也保留了不少因殖民风行建筑物 走出火车站便可以感受到当年因殖民政府 留下来的痕迹及格局 像是前英国行政中心小白宫 其次中心前的草地 及前金融中心加打银行 小白宫如今也变成了博物馆 里面也记载了马来黄桥历任苏丹的资料 对外国朋友来说是认识马来黄桥的好去处 背景发生可是悬而旧的黄桥 沿着小白宫往上坡走 就会看到匆忙马来黄式色彩的苏丹皇宫 虽然皇宫并不开放参观 但一旁的皇家俱乐部也小有看头 皇家俱乐部的轨章上有一头乌鸦 据说是因为当年迷失在大海的英国舰队被乌鸦所救 说到乌鸦 也顺便提提巴生的山多 肉骨茶多 海鲜多 乌鸦多 前两项是因为巴生奶肉骨茶的故乡 同时也因为靠海港所以海鲜特别多 故有来巴生早上吃肉骨茶 晚上吃海鲜的说法 至于乌鸦 其实是因为当年为了除害虫 所以从斯里兰卡引进了乌鸦 结果害虫少而却导致乌鸦过多 如今偶尔还能看到巴生猎人设下乌鸦的情景呢 呃好像有点血腥 继续回到巴生老街 前金融中心也是全马来西亚第二家渣打银行 如今已大变身成 宝莱坞风情十足的大型印度布装 你们除了卖萨利以外 还有卖其他的印度商品 刺鼻的香味绝对可以让你有去到印度的feel 据印度人说 巴生的印度街可是全马来西亚众多印度街中 印度商品最齐全的Leader India 街上还有来自印度的鸟占布施 但一般占布施都不会讲马来文或英文 如果不懂大米尔文的话恐怕不容易沟通 巴生印度街上还有一座印度人专属的回教堂 或许你曾逛过马来西亚许多大大小小的马来人清真寺 但应该很少见到印度人的回教堂吧 而在这座宏伟的印度回教堂后面 是座号称非常有钱的印度教新都庙 巴生的印度街虽小但可热闹呢 从印度回教堂一直往前走 你会来到一间松马英殖民色彩的消防区 这大概也是全马金苏最自如的消防区 里面的博物馆也是避热消暑的好去处 但重点我会放在这一个非常神秘的保险箱 据说是因为主人过世了 钥匙弄丢了 所以至今仍然无法确定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 怎么不把它打开 因为打开了就没有神秘感啦 你知道的 沿着巴生河前进 你会看到全马硕国仅存的一座双城桥 桥上风景优美 可以看到巴生河及河边的清真寺 这座双城桥其实早已没在通车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如何拆除它 所以幸运的被保留下来 算是巴生另类的景点 而在桥底你会发现到一幅隐藏的巨大壁画 这大概是全马最低调的大型壁画之一 因为许多当地巴生人都没有见过这幅壁画呢 而为什么会有这幅壁画呢 因为全马来西亚各大城镇壁画真夯 巴生当然也不能输啊 这幅巨型壁画可是道出了巴生的故事 从殷殖民地到第二铁路 到马来皇朝到双层桥 到华公南下移民 就可是个会说故事的壁画呢 说到华公南下移民 差点都忘了介绍巴生肉骨茶发源的故事 全马来西亚 呃不对 应该说是全世界第一家肉骨茶店就在巴生老街 肉骨茶的背后 其实存在了当年老祖宗 从中国南下马来西亚讨生活的故事 华说当年华侨南下马来西亚 大部分都在巴生码头做苦力 所以特别需要肉骨汤补充体力 又由于许多苦力 适应不了马来西亚潮湿的气候 也所以在肉骨汤里面加入了药膳改善体质 其实肉骨茶原本不叫肉骨茶 因为肉骨茶跟茶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最早的时候是叫肉骨汤 只不过卖肉骨茶的这位师傅叫李文蒂 而当时的人们不知他为什么 就很爱叫卖猪肉的人叫猪肉蓉 所以卖肉骨汤的人自然就被冲做肉骨蒂了 由于南下巴生的华人很多都是福建人 在福建话中肉骨蒂念作肉骨蒂 所以慢慢也变成今日的肉骨茶 如今巴生肉骨茶店堪称全世界最密集 有的保留了最传统的风味 有的研发出了新的瓦包风味 有的加入鱿鱼收汁 煮成干肉骨茶 你问巴生人哪家肉骨茶最好吃 相信每个人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毕竟巴生实在有太多家好吃的肉骨茶店 每一家肉骨茶都有不同的风味 但相信我 巴生的肉骨茶跟你在其他地方吃的肉骨茶 真的很不一样 绝对可以帮助你的胃 让你回味无穷 下一次转机还会想要再来巴生吃肉骨茶 其实巴生绝对是值得你一来再来的地方 逛一个老街就埋藏了那么多的故事 从殷殖民地到马来皇朝到印度街景到华工移民 短短两个小时的逐步路程 就可以让你感受到马来西亚三大种族文化 外加英植民历史故事 可谓袖珍马来西亚 而老街以外 你还可以到码头搭船 坐船去渔村一日游 再沿着巴生消失的铁路 前往昔热的皇城 萤火虫的故乡 又或者以巴生为据点到沙亚南 用非常好玩的方式感受热带雨林 去探访全马来西亚最大 导览最好的回教堂 夜里再到全年无休的灯光丛林去 玩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如果你去逆了吉隆坡 冰城 马六甲 还有机会再来马来西亚转机的话 那就来巴生吧 其实从吉隆坡国际机场 只有机场巴士直达巴生 你甚至还可以来马来西亚转机 不进吉隆坡呢 而且巴生消费比吉隆坡便宜 市区内除了火车还有免费巴士 在关上述景点基本上完全免费 绝对是背包客省钱的好去处 接下来Joemie也会再经营一个粉丝专业 PlayGlam 跟大家分享更多巴生周遭好玩的地方 虽然我知道这个是把自己逼死的节奏 但就是希望可以为自己陷居的城市说一些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分享啦 感激不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救命